OK 下面呢就是在我们启动这个擦车之前 我们先检查一下 擦车的前叉 跟这个 这个保险杠 啊 两个拧 还有呢 前面的这个布交板 跟铺顶的 这个 铺头的 还有呢就是 这个雅的柱 同样的 这个是天亨一样的 还有这两根气管 气管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轮胎 车的轮胎 是不是 没有气不足啊 或者是 橡胶会脱落 这种情况 然后这边呢 我们去看一下 这边两个轮 这边的两个轮 另外呢 再看一下这个牌 这个是后面的气缸 排 然后呢 还有这个 都很重要啊 还有这个气瓶 这个气瓶上面 这个数字刻度 数字刻度 然后呢 还有这个 我们检查的时候 你看 刚刚这个就没有按好 这样才可以 然后检查把这个打开 看一下 拉开 像这边 有检查的时候 这边可以把它拉开 拉开的时候 OK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检查气瓶 有没有气 或者换气的时候 然后开这两个 这两个是起到保护转 它不会滚落 好了的时候 把它返回的时候 我要拉 太好用了 把它拉一会 把它返回 返回的时候 要注意啊 要听到嘎嘎一声 否则的话 如果没关好 像这个样子的话 你开起来 它就会 左右摇晃 非常危险 然后还有检查一下 这个有没有 像这个就很松 这个很松的情况下呢 像这种让你 这个是有点坏的 然后还要看一下 那个 在这边 这边的那个 这个牌是告诉你 它能够 啊 最大和最小的这个 这个这个载货量 然后看完这些呢 然后就可以检查一下下面 你比如说像这一块 这个是刹车油 刹车油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 下面这个 把这个载上来 OK 这是到底 然后看这个 你把这个掀起来 掀起来之后呢 看一下滤芯 这是滤芯 这是发动机油 啊 发动机油检测 这是加发动机的 然后这边是电池 这边是电池 比它是烈压 这边看不见啊 来 这个是 往往这边来一下 这是液压 啊 液压器 所以检查完了之后呢 把它归位 对 灰烈了之后 看一下这个安全带 看不太行不行 这都没问题啊 没问题 然后检查完了之后 就可以上车了 然后上车的时候呢 就是手 或者方向盘 或者这边 这边都可以 然后上来 上来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步 同样是把安全带系上 系好了 安全带呢 看一下这个座位是不是合适 如果不合适的话 可以调 好 像这个 对吧 可以前可以后 然后调合适的位置 然后看一下方向盘 这个方向盘太咸了 可以往后调 像这个 拉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来 有点太低了 然后自己合适的位置 然后看一下 镜子 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然后呢 启动 启动拧一下 启动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喇叭 想不想 这边还有一个喇叭 我看一下这边 这边也有个喇叭 当我们到车的时候呢 手扶这个 这有个喇叭 所以他想不想 那边看一下灯 木灯 那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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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测试一下 这个叉车的 上下啊 这一步呢 一定要打到 如果嫌慢的话 到底呢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到这种情况 自动熄火 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没有开气 这边有个气阀 我们要开气的话 然后他才不会熄火 再来一次 滑就飞了 下 下到最低的位置 好像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试 前后 这个 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 OK 好 然后这个呢 插车的左右 好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他的这个手刹 手刹 手刹 然后我们再向后到的同时 因为前面这个有线 所以我们的向后到 向后到的时候呢 按一下喇叭 踩一下后面 在这里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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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手刹 好 这只手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然后 向前 好 手刹也没有问题 OK 基本上前前后的这个检查测试就掉了 好 OK